国际航空推出各种类出国的行程受到了市场欢迎 而交通部打算延续热潮再升级类出国的版本 不同于之前的状况可以得在桃园机场起降 这回计划开放的航空业者可以降落在国内其他的机场 还可以结合在地的观光 规划包套行程 不过为了跟传统的国内航线做出区隔 类出国2.0的飞行时间会比较长 至少三个小时 当然价格也会比较贵 出估套装价格恐怕至少要5500元 相关的计划已经提送指挥中心 一旦获得许可就能启动 这也让不少旅游业者跃跃欲试 从窗户看出去将能看到台湾的北海岸 机长化身导览员向旅客介绍窗外美景 航空公司推类出国行程 为了延续热潮 交通部打算再推类出国2.0 不同于之前的版本得在桃园机场起降 这回计划开放能降落国内其他机场 航空业者将可以与旅行社共同规划旅游包套行程 可以增加一些搭飞机才能去到的地方 比方说去看美丽的玉山或是什么海岸山脉之类 这样增加卖点的话我觉得是蛮有吸引力的 升级版的类出国将进一步结合地方观光 为了跟传统航线做出区隔 预计踩国际线通关 让旅客可以买免税品 飞行时间比一般航程长至少三小时 着重于搭机体验 价格方面 初估套装价恐怕至少要5500元 交通部已经将相关计划提送指挥中心 只是还没等到点头许可 已经有部分旅游业者跃跃欲试 旅游业主要会以一个主题方向做套装 例如说可能可以用美食去做主打 可能今天飞到高雄之后呢 可以结合当地的夜市 爱河观光去做一个配套 对此国籍航空都说 要等到细节出炉后再讨论 另外为了迎来年底的圣诞节及跨年夜 有航空业者与交友平台合作 推出恋爱班机 将在机上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各种包装空中为旅行 就是希望在漫长的疫情下 靠着推陈初心 延续消费者的新鲜感 记者正好不懂